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的频道 咱们还是在华盛顿给大家播报 克林本宫明确谈了普京要整个顿马斯 普京的目标说在顿马斯地区 俄军将寸堵不让 可能就是未来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它的底线 通过这句话咱们可以确定它的底线 说白了就是乌克兰得把顿马斯全部让上 主要还是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库列瓦访华 而且与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经营了长达三小时的对话 这个是俄欧通突爆发后第一次他访华 基本上基辅当局就暗示要重启和谈了 所有人都看了 但是中国高层展规的对话 其实俄罗斯方面是很低调 俄罗斯方面很快表达一些最新态度 佩斯科夫25号之前咱们介绍 俄方对乌克兰和谈保持开放态度 但是他说了首先要了解你到底真不真诚 你的谈判的细节 接着目前俄方说没有看到各方给他细节 我觉得这个事态不明了 佩斯科夫最新表态其实与王毅的表态相似 就是王毅也在和乌克兰外长对话时候明确说 乌克兰和俄罗斯最新界对于和谈不同程度发信号 但是说俄乌和谈时机尚未到 实际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当前乌克兰这个局势有共识就是什么 虽然大家都有和谈一下玩 但是重启和谈时机 俄罗斯认为不成熟 中国也认为不成熟 什么意思 顿马斯没收复 俄罗斯没有拿下整个顿马斯 最关键的是俄乌双方对于和谈的一些基本条件 说白了乌克兰还想要控制顿尼斯克 尤其是在领主方面 现在基本上乌克兰没有想放弃的意图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俄乌想重启 领主方面 泽连斯基首先你得放弃 是不是又恢复到22年2月份之前的边界 甚至说要收回克里米亚 普京现在按照实际停火线要谈 也就是说俄罗斯要保留克里米亚 其实顿马斯要保留 现在普京刚刚讲的话 就是要确定要拿下顿马斯 不过双方可能正在做最后决定 说白了普京的态度 愿和谈 但是要讨论和谈之前 一定要先解决顿马斯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普京的核心 那就说 有可能也要 俄罗斯在其他领团也要让步 比如赫尔松 莫斯科现在希望重启和谈 但是对于顿马斯是势在必得 我之前一直说 顿聂策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 几天前的会议上 普京甚至表示过 有数百万人 实际上是整个俄罗斯 都在援助顿马斯 他希望帮助顿马斯和俄罗斯的新地区创造成长的巨大潜力 这个等于是把顿马斯地区纳入了新俄罗斯版团了 是做新的领主了 上个月普京直接强调 接触线俄军竭力确保顿马斯安全 说权力守住顿马斯地区决心 只有守住顿马斯才能够打掉基辅的野心 他是这么意思 顿马斯毕竟是拿鲜血 俄军士兵鲜血换了 所以咱们看基本上有一个大前提 就是泽连斯也好 乌坎也好 必须要妥协顿马斯 夜里边凉风一吹 然后想起了在顿街策 夜晚是一模样 喝点啤酒 吃个烧烤 非常舒服 蚊子都一样讨厌 按照俄乌目前的态度 重启和谈 其实就是顿马斯归属 可能乌坎就要让他独立 乌坎同意他自治 不能说独立 其实当年就是自治 但是乌坎要把语言给收回 但是双方矛盾既然打了 这个事不能谈了 多马斯重回乌坎可能性很低 有利的变化其实就是美国的特朗普 但是特朗普能让俄罗斯软了也不能 特朗普可能就是削弱乌坎的军员 让乌坎那边实际 他也不会说是就放弃多马斯 但是可能就回到这个14年以后 大家就不知道 14年以后当地是什么 小规模战斗 基本都是公文兵似的 说完了脚匪似的 这种小规模战斗 在接触线还在打 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 乌坎的真理报 他27号引乌军方的说法 乌克兰攻击无人机 击中了位于俄罗斯北部地区 一个军用机场 一个图22M3战略轰炸机 没想到吧 战略轰炸机被干了 乌克兰消息人士说 乌军方情报机会展开的这次攻击行动 击中了俄罗斯叫奥利尼亚军用机场 一个图22M3战略轰炸机 说这个军用机场距离俄乌边界应该是有1800公里 对乌克兰的发动的导弹攻击的俄军飞机 经常是从这个机场起飞 那实际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在进行报复 但是现在和路透社说没法证实乌克兰真理报 俄罗斯现在没证实 这个图22M3是现役的一个远程的战略轰炸机 最高飞行速农达到2,没要是2300公里 说白了续航在7英公里 这基本上可以算是美军战斗机都跟不上 我还看过那个视频 俄军那个图22M3飞行员启动加速 穿运速巡航 然后美军飞行员 手搭梁棚看不着了 傻了一下就傻了 那是非常尴尬的 俄军给拍下来 就这么强的一个飞机 如果真实乌克兰真给打了 那就证明什么 证明俄军 咱们说防空 俄军纵身地带的防空 不要说什么B21了 中国小型的无人机 可能都可以给俄军造成危险